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在拍片和大家介紹幾個市場的技術周星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日線圖,今天收市跌了143點,收28450點 今天最低位是日線13mm,日線13mm以下有些支持,做了少許反彈 看看三分鐘圖,三分鐘圖看到日線13mm以下有支持,反彈都受制的灰色 這條3分鐘圖的21ma站不到在上面,直至11點多就站穩的21ma 一站穩的21ma就有機會出現了,即是這個位置 即是開始的時候,低位就是全球的最低位,因為11點多站穩的21ma 然後反彈都不是太多,都是8多點,看看小時圖 小時圖,今早一低,這個位置已經做過死差了,去到收市還是死差的狀態 即是說走勢方面比較看淡,這個浪呢 如果在這些位置做一個A,B,C再上,還有一個C 今天是做了A,然後做了一個B,明天又做了C 如果是下跌浪呢,即是一個反彈圓結,那就是1,2,3,4,5 即是說明天可能是C上去,又或者是3,4,5再反彈再下 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期貨圖 現在進行什麼浪,看到日線圖 看一看日線圖,看一看它反彈,Y,B浪的位置 在下跌浪之後,就走個Y浪,这个位置是,這個位置是,這個位置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Y的A,然後反彈一半就是,去到Y的B 看出是站不穩當50%,的位置 由X浪這個位置到YA浪這個波幅站不到50%的位置 站不到50%就比較大機會走勢都是偏淡 可能就開始Y的C都有機會有機會開始Y的C 或者至少都會是 當然有可能這個Y的B是有可能未完成的 譬如這個Y的B 可能這三支洋燭是YB的A 譬如這個反彈是比較複雜 回到後再上去 這樣才完成Y的B也有機會 但是看看 如果這個是 當然也有可能因為站不穩0.5 現在有可能是開始YC也可以 看看另一個的數法 後視偏向是看好的這個數法 即是4浪在這個位置完了 就開始5浪的1裡面的3 但是也要回到這個1,2也要做2浪的調整 所以我們要做2浪的2浪 再進去1浪的1浪 先進去2浪 這邊有機會是1浪 2浪 3浪 3浪 4浪 1浪 才會構成1浪 這個1浪 可能就是 1浪 就是大的5浪裡的1浪 這裡是1 2 3 4 5 這裡是1 然後這裡是2 3 4 5 這裡是3 大的3這個是大的4 這裡才是大的5 現在可能是在走大的5浪裡面的1浪 1浪裡面的2浪 有機會是這樣 要看這個回吐是多少 回吐完之後會不會有支持上去 用IG看看 IG看到這裡4小時圖 這個就是X浪 X浪反彈源就是這個位置 29400幾 然後走一個Y浪的A 就是這個位置 Y浪的A 這裡可能是Y浪的B 但是這裡是有點像5浪結構 看到這裡上去是一個 像5浪結構 1 2 3 4 5 打中了144MA 就有一個阻力在轉向 看到4小時圖 就是這裡1 2 3 4 5 然後就 既然不找144MA 就轉向 這裡可能是一個1浪 也有可能 然後這裡是走過2A 2B 2C 這樣 STC都有信號 看到是 這個位置跌下去 跌下去 跌下去就是 這裡圓了A 在側圖的地方 就圓了A 金插了 然後這裡 這個位置死插了 死插了 可能B就結束了 要走一個C 走這個C 所以 明天也有大機會 走這個C 走這個C 看這個是不是C 如果這個是C 如果是C 就可以再上 從這裡開始 走五個浪 加上1 2A 2 B 2 C 就是2 又開始有3 這個就是向上的 一個數法 即是說 無論是向上數還是向下數 明天調整的機會都大 明天下跌的機會都大 因為它都 去到這些位置 有機會是跌完 調整這裡大概一半 這樣才再上 或者這裡可能是1 2 3 4 5 可能是跌穿這個位 是走一個Y的C 這樣 所以 無論是哪個數法都似是 明天都比較大機會是走這一段 可能是 可能是 兩百兩三百點的調整 這樣 這樣 看看 上陣指數的走勢 看看上陣指數的周線圖 周線圖 就去到這個波幅的50% 就有點阻力出現了 看日線圖就像是走一個 1 2 3 4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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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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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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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5 5 6 小時圖由這裏掉下去的移動阻力就一直向下移動 移動阻力一直都沒有收穿 所以走勢一直向下移動 直到這個位置 最後移動阻力就收穿了 看到這隻羊竹就已經收穿了這個移動阻力 在這隻羊竹的時候 有機會判斷這裡是看到底 看到它的移動支持 收穿了移動阻力之後就要觀察移動支持 移動支持 移動支持就在這個位置 這裏很接近 但是沒有升穿 勉強可以其實 用這個位置都可以 但比較是 其實還未收穿移動支持 要留意如果收穿應該都會跌穿這個底 但是暫時還未收穿 但是暫時還未收穿 可能在這些位置上得到也可以 但機會比較小 因為恆子那裏就像是 明天也有浸調整 導指應該都配合 如果要配合 應該會跌穿這些位置 跌穿這些位置 比較像是這樣 加上它似乎就快死刷了 這個STC 4小時圖 這裏這個浪 都走了四支藥竹 沒理由這裏就一支陰竹就算了 所以這裏應該都像是幾支陰竹 看看它現在走什麼浪 其實就比較像是一個下跌三浪 從這個位置開始 但也很難說可能是C也不定 C的話它行色Z也未滿足到 Yoka 即是未完 而比較普遍 其實也是一比一比例 之前數到這裏是一個四浪 有可能四浪是簡單的完了 也可能是 可能是這裏 A B C 那才完結 那才完結 那四浪 即是一比一比例就是 32682這些位置 即是有機會再下到這些位置 那才完結 這個四浪 即是這裏是3 然後這裏是4 那裏是A B C 那這裏都未落到過散的地方 那這裏是1 2 3 3 正在走這裏是3 正在走這裏是4 正在走這裏 先走這裏是5 這裏是4 2 2 2 1 2 2 2 4 是哪個數法要等他做完調整才知道 要等這裏出了調整才知道 因為他到最後是1比1.618也不定 如果到時是1比1.618就可能是下跌三浪 如果是4小時圖的移動阻力還未收穿 4小時圖移動阻力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這支揚束頂這個位置 暫時還未收穿 所以4小時圖用4小時圖看就像是繼續下 如果破底的話 移動阻力就會由這個位置移動到這個位置 等他的調整再出了再看看 究竟是在走下跌三浪還是一個C浪 看看納子的走勢 看看納子走勢 納子見到在這個高位 這個歷史高位是 好像在走一個 雙色色 由這裏跌到這裏可能是一個W 反彈是一個Y 不是是一個S浪 再下一個Y 再反彈是一個SS 要再破一次底 例如是ABC 是一個Z 完成調整 到時會再破頂 暫時用日線圖的MACD 就像是這樣判斷 用日線圖的MACD 就像是 W.SY.S.S.S.Z 在這些位置再破頂 都好看 到時跌下去 跌得很深 因為他也可能是一個1.2浪 即是下跌1列 然後下跌3浪的1.2 也可以 但如果看日線圖的MACD 位置 就 即是沒有那麼像 沒有那麼像下跌3浪 就比較像是破多一次底 破多一次底 走上Z 就完成了三重的調整浪 比較像是這樣 如果再破底 即是說可能會碰到這條MACD 這條34周線 即是34MACD 跌穿 就有機會出現過之前 即是說之前就在這條 周線21MACD 就支持他破頂 可能今次就是周線34MACD 就支持他再破頂 都要留意他 究竟之後那陣 下跌下來的浪是跌得多不多 如果跌得多不多 如果跌得多多 可能就是三浪 下跌三浪 如果跟前面的浪差不多長度 可能是石浪的機會比較大 看一看黃金 看黃金的日線圖 黃金就去到一個2.618的位置 看黃金比例 看到2.618 看到2.618 看到2.618就要注意 可能是 短線的移動 短線移動之前 有沒有收穿 看到2.618 看到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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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 看到3.618 大概 這個位置 然後在這支音竹 收穿 看來頂 就是 看到頂的機會大 開始 調整浪 看 調整浪 要看看這個位置會不會跌穿 如果這個位置跌穿的話 這裡可能是一個五浪結構 如果是30分钟看下去就像是一個ABC 但如果是ABC 這裡就不應該再跌穿 但進去數過其實又真的像是一個ABC 如果再跌穿的話 就是它在走一個雙色色 就是ABC 然後反彈S 再走一個ABC 可能跟這裡差不多 例如說1比1 看一看它的調整可以去到哪裏 可能151有機會去到 如果它跌到151 有機會又再破頂 就要留意它這裏開始的調整 中間有沒有收穿移動阻力 如果收穿這裏這個調整浪的移動阻力的話 就有機會上去又再破頂 看看原油的走勢 看看原油的走勢 看到原油日線圖 就去到五浪的位置 跌回去 就像是失敗五浪 看看四小時圖 那四小時圖 也提到時間周期的移動 就提到這裏這個頂 和這個頂是有個 即是55轉折在這裏 它有個時間轉折在這裏 就有機會在這些位置轉向 都跌了一陣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條線 看一看 看一看 看到跌下去是走了A 接著反彈B 就像是有一陣C 很接近A的底 跌穿了機會都大 即是可能在走A B C 這樣 之前都升了五個浪 1 2 3 4 5 升完五個浪 之後就做調整 看一看 最後那個浪 五浪的移動 移動支持在哪裏 就像是這些位置 所以 一收穿了 昨天好像也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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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好像說到 這裏的移動支持好像收穿了 五分鐘圖 應該是五分鐘圖 應該是五分鐘圖 好像是五分鐘圖 那就不再看了 像是這裏這些位置 看完頂 看完頂之後就開始調整 看到也有個 STC也有這個訊號 有個M頭的訊號 那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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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MA 之前是 站穩到 然後破頂 那破頂 那破頂之後下來 就站不到 那裏面 就像是去日線的MA 日線的 那裏面 144MA 這裏面 應該是 那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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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144 那裏面 大概是57.5的位置 就是這裏面 日線的144MA 就像是這樣的 那裏面 可能更低一點 因為走了個345 那裏面 可能這裏面 走一個ABC 那裏面 比較大的調整 有機會是這樣的 那裏面 因為是周線圖的STC死叉 周線圖的STC死叉 是一個 會是 調整可能會大的 那裏面 那裏面 如果是這裏面 數得對 那可能是 走一個A 因為周線STC死叉 那裏面 走一個周線圖的A浪 ABC 那裏面 看一看 美元指數走成 看看美元指數的周線圖 那裏面 那裏面 高位 之前高位 跌下去 就是100 103 104 那些位置跌下去 就像是一個五浪結構 五浪結構 如果這裏面 上得回去 那裏面 可能是一個 反彈的C 也不行 因為它走完五浪 會走一個ABC 那裏面 要看它會不會跌穿 這個位置 還有這裏面 跌下來 這個浪有沒有收穿移動阻力 那裏面 如果有的話 那裏面 有機會是 轉回上 那裏面 那麼 HMACD 看到它走到 不止一個W 會走到 停調 而 STC也金叉了 看看小时图 小时图之前就 由这个位置一直跌下去 是没有收穿过移动阻力 看到 或者可以放大 那这个群背面なamp 一直跌下去 都移动阻力在这里 然后是移动阻力 移动阻力到这里 然后後面在这里 然后そして移动阻力到这里 下面退下 天綠變形狡候 這隻羊章是收穿了移動阻力 有机会转好,反而越跌越看好,虽然这里是跌穿了,微微跌穿了,但只要它没有收穿在最低位,没有收穿在下面就可以了 所以当收穿了移动阻力之后,在这些再跌的位置就看好,unless它是收穿在最低位,收市收穿在下面,否则也是看上去 看到它上去就已经在做移动支持,这个位置移动支持,这个位置移动支持,小舍图都没有了,受制了144ma做了调整,但这个调整没有收穿移动支持 没有收穿移动支持,没有收穿移动支持,即是说,也有机会继续破顶 如果真的能破顶,移动支持就会在这个位置,由这里踏进一步移动到这里 就是这样的,所以暂时它没有收穿移动支持,没有收穿移动支持,即是说它的走势应该还是向好 而且刚才说到日线图,日线图都低,在下面是做了三浸,一浸,两浸,三浸,上水线的机会是大的 所以应该就差不多是上得回去,应该是 如果是这样就似乎对黄金或者股市还是比较淡的走势 再加上它是没有跌穿前面的,看看日线图 即是它是没有跌穿这个底的,所以这样就有机会做了一个可能是A浪 未必是1浪,2浪,可以当它是一个C浪这样看,C浪也要升穿A浪顶 看看月线图,即是又未去得这条MA主 要留意着它移动支持有没有收穿 留意着它移动支持有没有收穿 暂时都没有收穿,所以仍有机会是向上的走势 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里了,喜欢可以给个赞 也订阅youtube,也订阅分享给朋友看 也订阅youtube的会员或者patreon的会员,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